你能想象这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居然是一个女特务吗 就在刚刚,她不过聊聊数语就打进了敌人内部 而她之所以想方设法接近他们 是为了调查一宗跨国贩毒案 三天前,特警学院内正在进行期末考核 考核合格者才能顺利毕业当上警察 当中最优秀的莫过于学员阿丽和忠诚 当时他们正在进行解救人质的环节 两人分头解决了大部分歹徒后 终于来到了关押人质的房间 他们正想靠近被歹徒吊在窗外的人质 忠诚却在这时被歹徒劫持 阿丽为了救忠诚耽误了救援时间 结果人质被歹徒枪杀 而阿丽也不幸被榴弹打中 这次考核,两人无疑都不及格 虽然两人前面表现得很出色 不仅充分掌握敌情,完美解决了突发状况 但人质死亡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成就人质 特警队的宗旨是 一切都要以完成任务为最终目的 可看在两人互相牺牲的份上 长官决定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经过这次考核 阿丽和忠诚也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兄弟 与此同时 龙城黑帮老大马哥的侄子东尼 正趁着雨夜私自运送毒品 没想到却被一名辅警将车拦下 原来是前方出了车祸 病人急需救援 辅警要求搜查他们运送的医疗用品 眼尖要穿帮 阿东直接击毙了那名警察 也目睹了这一切的路人也没放过 而马哥正要去参加朋友女儿路比的服装会 陪同他的舞伴正是日本女特务季香 季香是以合伙做生意为由 才骗得马哥的信任 而马哥的妹夫正在拷贝公司财务流水 这时东尼及时赶到现场 马哥介绍季香给他认识 这两人要谈正事 于是季香拾去离开 东尼努力游说马哥参与毒品买卖 为此他特地带来了美国毒销老黑 可马哥十分抵触毒品生意 认为此事绝没有商量的余地 只是为了不博了东尼的面子 他愿意和老黑见一面 两人的谈话不欢而散 转眼马哥就和季香来到服装会 东尼也带着老黑来到会场 几人顺位落座后 台上正展示着陆比设计的服装作品 阿丽也和忠诚来到后台找陆比 陆比是阿丽的女朋友 两人自然要来给他捧场 这时警察局林局长也来到这里 原来陆比正是他的女儿 几人到会场落座后 忠诚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季香 风姿卓越的季香让他一见钟情 服装展示完毕后 陆比上台致谢 这时老黑给一旁的侍应递去眼神 下一秒 侍应就将马哥的妹斧一击毙命 忠诚连忙站起身查看情况 人群也渐渐开始骚乱 接着忠诚拦下那名侍应 仰人贴身搏斗 却不分上下 照那名侍应的伸手来看 这肯定是一场有预谋的杀人计划 这时季香趁乱将手下身上的硬盘摸走 借助人群混乱 快步走出了会场 坐上计程车逃之夭夭 阿丽负责去追季香 忠诚则盯上了侍应 他们毫不顾忌路上的车水马龙 上演一场极限追击 很快侍应跳上了一辆货车 忠诚也紧随身后 两人在车辆间不断跳跃 借侍应跳上了双层巴士 忠诚也抢过路人的摩托追去 此时季香已经回到酒店 阿丽从前台调取监控 得知了季香的房间号 忠诚这边也成功追上巴士 扑倒了侍应 两人互相比划着拳脚功夫 侍应使出扫堂腿 想把忠诚踢倒 可却被忠诚一个千斤顶 翻了个360度 随后侍应被他一脚踢下车 然后顺势滚到路边 跑上了桥 忠诚也赶紧下车去追 可那侍应看着蜂拥而来的警察 居然一咬牙一狠心 静止跳下了江水 忠诚功亏一篑 气不打一处来 而阿丽也带着警察来到寄香房间 两人开始了惊心动魄的角逐 寄香跑到大堂 假意举手投降 但靠近的警察却被他一一解决 阿丽本想制服他 却被扯住领带无法呼吸 接着寄香果断拽着他的领带 跳下二楼 适应逃脱 寄香也不知所踪 这起案件变成了无头迷案 于是阿丽和忠诚决定向林局长求助 他们想拖他的关系 找马哥调查一番 可林局长对此也很头疼 虽然他和马哥是莫尼之交 但马哥性情 殷勤不定 为人古怪 他叮嘱二人 初出茅庐 一定要小心行事 接着三人来到马哥的别墅 马哥正在训斥自己的手下 只因手下还调查不出谋杀事件的主谋 随后林局长带着两人进来 马哥本以为他们能带来好消息 可得知他们只是来寻力盘问的时候 顿时没了好脸色 我等你来 谁给我答案 不是来问问题 见马哥十分不配合调查 还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 林局长也只好出面缓解尴尬 可忠诚还是坚持询问 迹象的下落 看着马哥明显不渝的脸色 林局长赶紧让两人先行离开 再做打算 而三人纷纷都怀疑 马哥在隐瞒真相 这背后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时林局长提供了新的方向 而此刻东尼也正和老黑赶往码头验货 老黑为了搭上东尼这条线 还不惜花重金送给他一台南伯基尼 东尼也是打定了主意 要背着马哥利用他的码头来运毒 这时服装会上的适应也出现了 原来他正是老黑聘请的杀手 这次谋杀行动 只是老黑给马哥的一个下马威 完成任务后 杀手自然索要报酬 没料到老黑居然翻脸不认账 杀手悄无声息的倒下了 东尼也意识到 这位合作伙伴的心狠手辣 第二天 阿力两人伪装成搬运工 来到货船上盯着他们卸货 虽然表面风平浪静 但实则暗藏汹涌 随着东尼的出现 两人也紧张起来 没想到东尼只是让人打开货舱 里面正是那台崭新的兰博基尼 忠诚觉得 其中必有蹊跷 便马上联系林局长出动 随着警车驶入 工人们纷纷逃散 东尼见状 正打算开着新车逃跑 不巧警察将他拦下 忠诚趁机跳上车 牢牢扒住车顶 于是东尼全力加速 想要甩掉他 接着忠诚撞上大货车 摔倒在地 但他并未放弃 连忙爬起身 开上四驱车 就去追东尼 他把油门踩进 风在耳边呼啸而过 很快就追上了前方的东尼 东尼见他还弃而不舍地追来 慌忙开始加速 可还是被忠诚追上 两人互相在公路上较量 忠诚不断越过货车车底 试图拦截东尼 不过最后还是被东尼逃脱 忠诚则险些杀不住车 他一个飘移 不仅引起了交通瘫痪 自己也差点撞上了对象的铲车 而他刚逃过一劫 又被沙子交了一身 林局长把工人都抓回去审问 码头管事的也被他叫进办公室 管事的请求林局长高抬贵手 林局长也决定 这次的事给马哥三分薄面 让他自己去处理东尼 只不过下不为例 得知消息的马哥 果然把东尼叫来问罪 想不到东尼竟然阳奉阴违 还私自将货运到他的码头 但念在他是自己的侄子 为了宣泄心中的不满 东尼转身就约了老黑出来见面 老黑一边开解他 一边拿出珍藏的82年红酒 打算和东尼不醉不归 可东尼却丝毫没放在眼里 像这样的红酒 他能买上一箱送给老黑 与此同时 阿力和忠诚也在聚会 忠诚知道他好事将尽 可没想到 今晚上阿力就要跟路比求婚 看着那笔红豆大不了多少的钻戒 如果他真的能娶到路比 那将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 毕竟他在孤儿院长大 心底最渴望的 就是一个美满的家庭 忠诚也知道 他这一路走来不容易 还开玩笑称 以后要做他孩子的干爹 随后忠诚问起 今天的货有什么异常 阿力却表示 那只是些电脑配件 唯一不寻常的 就是里面掺杂了几辆旧车 忠诚突然觉得 这些旧车或许才是重点 他的直觉很准 果然东尼他们的货 还要几小时后 才能真正到达码头 之前不过是东尼使的障眼法 虽然暂时骗过了 那群自以为是的警察 但货离得越近 东尼就越担忧会出意外 而忠诚也一心想去码头再看看 阿力结了帐就奔向路比加 忠诚只好独自去往码头搜查 很快 他就在那些旧车的车座下 找到一袋袋包装好的毒品 阿力却正在进行浪漫的二人约会 二人伴着晚风 在夜幕下拥吻 可阿力的手机 却不适时地响起来 路比替他接通了电话 得知忠诚搜查到毒品的消息 阿力很兴奋 但却不想丢下未婚妻 林局长盘点了那几大箱毒品 足足有100公斤之多 市值400万 而半小时后 阿力才姗姗来迟 我这次真的要佩服你了 林局长却皱紧了眉头 很是疑惑 30年来 从没有毒品能进入农城 而他也能担保 马哥绝不会碰毒品生意 那么现在只有两个可能 如果货是从马哥眼皮底下溜进来的 这证明东尼的实力已经一手遮天了 反之 或要是经过马哥首肯的话 那就要将马哥几人连根拔起 坏在他们现在没有充足的证据 必须要潜伏着 等待时机成熟 但刚刚跟林局长的谈话中 忠诚却发现异样之处 林局长太过清楚马哥的底细了 两人极有可能是狼狈为奸 而东尼这边 已经马不停蹄地 在和老黑策划下一次的行动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打斗声 季香踩着气高跟缓缓而来 他将之前拿到的硬盘丢给东尼 想要借此投诚 和他们一起合伙 做毒品生意 可老黑却显得十分警惕 他不知道季香的来历 无法辨认他是敌是友 甚至还质疑他身上藏有窃听器 但东尼却甘愿替季香做担保人 见老黑还在疑神疑鬼 季香也不多做解释 直接脱下了裙子 露出他那玲珑有志的身躯 再缓缓将最后一层遮掩也除下 这举动不止让东尼看傻了眼 连老黑都有些卸脉喷张 接着季香背过身穿上裙子 给东尼留下了自己的卡片 让他自己决定好 随时可以联络自己 这时老黑就有些羡慕嫉妒恨了 这么正的妞 他怎么就碰不上呢 第二天 东尼带上老黑再次拜访马哥 他还是希望能获得马哥的准许 可马哥只顾着给盆栽修剪枝叶 对老黑熟视无睹 甚至还出言讽刺 他已经多次表明过自己的立场 可东尼还是固执己见 他也没必要再留情面 不管老黑要做什么生意 中国都不欢迎他 东尼只能安抚老黑保持耐心 可老黑哪里能等得下去 难道他们要等到马哥退位让闲 才能碰毒品生意吗 他提醒东尼 想要赚大钱 那就必须下狠手 东尼杀心顿起 于是趁着马哥在祭拜官二爷 果断抽出了一把长刀 等季香应约来到这里 却只看见倒在血泊中的马哥 面对一旁的邻居上几人 他无法解释 只能举起双手投降 忠诚和阿力连夜审问季香 想要知道 他到底和马哥什么关系 可季香只顾左右而言他 半点没有透露任何有用的信息 反而几句话 就勾得忠诚为他神魂颠倒 阿力看不过眼 让俩人别再打情骂俏 季香正以为自己得逞了 没想到下一秒 忠诚就让人收集他的指纹 录入机器排查他的身份 季香只好主动承认身份 而他之所以千里迢迢来到中国 是因为他的特务同伴被老黑害死 于是他一路搜集老黑的罪证 忠诚决定配合他的行动 先将他关押几天 再假意释放 这样才能骗取老黑他们的信任 第二天 忠诚来到牢房探视季香 看到他正在放松身体 他忍不住遐想起来 他的手轻轻抚过季香的大腿 替他按摩身上紧张的肌肉 然而这美好的想象 很快就破灭了 季香催促他没事就尽快离开 于是忠诚将一台跟踪器放下 叮嘱他 出去后要假装跟他们水火不容 季香则表示 就算没有他们的帮忙 他也能独自将老黑绳之以法 但忠诚还是坚持 自己会全力协助他 这边东尼正在跟手下练习拳击 自从马哥走后 东尼欲结于心 于是他们打得十分火热 难分难解 东尼更是把连日的苦闷 都发泄在他身上 直到手下不敌他 摔下拳击台 手下看得出 老黑是过河拆桥的人 劝告东尼别太相信他 可东尼却还一意孤行 到了释放季香这一天 忠诚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颇为不舍 那眼神简直要溢出蜜来 林局长见状决定敲打他一番 几天后 东尼带着老黑 来到一处旧宫殿 这座宫殿 是马哥生前买下的资产 价值少说 也得几百万 不少剧组 从租用这里 用于拍摄清朝戏 等两人走进了内部 发现更为宏伟壮观 连老黑都忍不住发出赞叹 这就像皇帝 举行朝会时的大典 看着那顶上的龙椅 老黑跃跃欲试 直接跑上去坐了下来 过足了椅 这时季香也带着人走来 试问东尼 为何要栽赃嫁祸于他 老黑开口解释 如果季香还想继续 跟他们做生意 就要服从他们的命令 为了继续搜查罪证 他只能委身答应 老黑很满意 他的审时夺势 林局长则把码头管事的 抓来审问 逼他吐露出毒品的来源 供出背后的主谋 见如此威胁 那管事的还不肯松口 林局长便有意放他一马 而阿力这边接到路比的电话 火急火燎赶回家 才发现 是他要给自己庆祝生日 能有人给他这么用心的准备惊喜 阿力心里十分感动 于是他许下愿望 希望自己婚后 能做一个好父亲 好丈夫 路比切好蛋糕后 发现阿力破了洞的袜子 免不了有些心疼 便提出给他补动 阿力正感叹 其若如此夫妇何求 路比就抛出一个致命问题 问阿力和自己父亲相处的怎样 阿力想了想 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他对龙城走失贩的背景 亲而出 还有一点 好像跟他们关系不错 见阿力竟然怀疑上自己的父亲 路比一时露上心头 不容阿力解释 就直接驱赶他离开 而东尼这边 则带老黑参观他的运输工厂 毒品经由管道运输十分保险 不仅能掩人耳目 也能保证速度 整个运输过程只需要四分二十秒 届时老黑就能收到全部的货款 老黑很满意东尼的办事效率 还称赞他是最聪明的中国人 东尼也不甘示弱回敬他 对方话说得老黑摸不着头脑 而随着机器掉下一个个铁球 打开铁球 里面就露出了白花花的毒品 还有专人负责记录重量数据 东尼一尝就知道货品很纯正 这时老黑也开始算自己的货款 650公斤的货 东尼应该付他1430万 东尼也爽快地打电话 让银行准备现金 可老黑没想到他自觉抹了零头 阿力上次的话让陆比十分忧心 他决定向父亲问个清楚 邻居长却突然告知他 自己要退休的消息 还让陆比赶紧收拾行李 跟他离开中国 但移民国外需要很多钱 父亲怎么承担得起呢 林局长终于对着女儿说出了实情 陆比的母亲离世前交代他 一定要让女儿过上最好的生活 可那时林局长不过是个小警员 于是他歪念一动 就搭上了马哥这条线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收受贿赂 对马哥等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目的是为了让陆比不受金钱的智库 能看到更高更广阔的世界 这一刻 父亲公正的形象破碎了 你该去自首啊 我去自首 以后都见不到 我们一定要离开中国 越快越好 并且这件事绝不能让阿力知道 只等他办完最后一件事 他们俩妇女就可以远走高飞 陆比为自己误会了阿力 特意前来道歉 阿力没有怪他 可俩人不过相拥了一瞬 他就要和忠诚去执行任务了 他们来到马哥的旧宫殿 打晕了守卫后 静止进入 此时东尼正在为老黑践行 他将一台兰博基尼 五花大榜送给了老黑 没想到 老黑的审美与常人有益 居然真的对这配色的车子爱不释手 而忠诚和阿力也决定分头行动 东尼将货款换成现金交给老黑 来接老黑的直升飞机 正缓缓降落 只等他们准备妥当 二十分钟后就能上机 而邻居长也在这时潜入了宫殿 寄乡则假意为老黑送行 递上了他特调的红酒 忠诚这边则发现东尼的人还在分装补品 就在老黑准备喝下红酒时 邻居长及时出现叫停了他们 他想要东尼给自己一笔钱 东尼却毫不买账 但东尼手上也有邻居长的社会证据 如果真的要互相揭发的话 大不了斗个鱼死网破 为此邻居长只好使出杀手锏 他可以告诉他们身边藏匿的线人 作为回报 他需要两百万现金和安全离开中国 见东尼点头示意 邻居长直接拆穿了寄乡的卧底身份 老黑恼羞成怒 拔枪射向邻居长 寄乡也趁此机会向老黑偷袭 忠诚这边也开始向制毒工人们下手 东尼的手下出现阻拦塔 邻居长则在枪战中不幸被射伤左腿 之后还被东尼射中心脏 这时阿力及时出现阻挠了东尼 他躲避着子弹 连忙扶起邻居长 而迹乡在和老黑的交锋中也不占优势 邻居长在弥留之际交代阿力 阿力迅速解决了赶来的保镖 东尼却又从身后袭来 忠诚这边也正负贝受敌 不仅要对付手下还有难缠的工人 所幸最后敌人还是被他一一解决 而阿力却不是东尼的对手 被他打得七荤八素步步后退 好在东尼刚想了结阿力时 忠诚及时出现 他和阿力两相配合对抗着东尼 渐渐的东尼有些不知 屡次倒在两人手上 你对付他 我照顾局长 阿力赶紧跑回去救起邻居长 而老黑不敢恋战 就派出杀手抵挡技箱 可那些杀手均是他的手下败将 这边东尼不敌忠诚 意识到靠肉搏会吃亏 恰好此时手下赶来 射中忠诚的左臂 让东尼得以躲起来稍加休息 阿力看到忠诚有威胁 就取下长枪 插入了手下的身体 不料却被老黑寻到机会 将邻居长击毙 阿力反应过来却已经晚了 最后枪声一响 连阿力都不幸死在了老黑枪下 即将赶紧去追逃跑的老黑 忠诚则不敢置信地抱着阿力 阿力艰难地留下对路比的遗言后 就抱汗离世了 忠诚心中无比悲痛 忍不住放声大哭 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如今尽倒在他怀里 他轻心地放下阿力的身体 决定去追老黑 此刻宫殿已经被警察包围 老黑正让人用直升飞机 吊起他的爱车 为了逃脱 东尼只能爬上他的车 可没料到老黑竟然如此狠心 掏出枪来将他们一一射杀 而季香也不想功亏一篑 于是他一个驻跑 挂上了老黑的车 忠诚看见季香被虎狼围刺 便开着摩托 追着直升飞机 他将摩托车开上城楼 接着一个飞扑 也顺利挂上了老黑的车 东尼却趁机对他下黑手 忠诚站稳后 自然要对他反击 两人在高空中 不断朝对方挥舞着拳脚 但这会导致直升飞机不堪众贺 忠诚找准机会将东尼踢了下去 把季香拉上来 眼看东尼落了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老黑的飞机也因引擎过热 危在旦夕 最后螺旋桨不慎卡在了钢筋里 而季香也因碰撞掉在了一块玻璃板上 整个人随着玻璃板上下翻动 忠诚一咬牙 跳到另一头帮助季香找到平衡 老黑跳到车顶 却被爆炸的余波也震到了玻璃板上 为求自保 他想将忠诚推下去 被他死死抓住玻璃板 就在这时 季香顺利爬上来 攻向老黑 两人一边维持着平衡 一边想着将对方置于死地 忠诚趁着两人打斗的剑系爬了上来 他将老黑引到中间保持平衡 而季香也成功再次爬上来 如此一为二的局面 老黑还是找到机会挟持了季香 老黑把着玻璃板不断哀嚎 希望作为警察的忠诚不要对他见死不救 果然忠诚不再进攻 让老黑自己爬了上来 可随着直升机的二次爆炸 老黑的爱车直接掉在了他头上 玻璃也瞬间被砸得粉碎 老黑以自由落体的方式结束生命 索性忠诚双脚勾住了玻璃板的横梁 刚好接住了落下的机箱 现在是考验忠诚妖力的时候了 好在不久后 工人就示意援手 将玻璃板操控至一道安全的地方 忠诚和季香终于得救 转眼到了一年后 忠诚给陆比送行 经历了失去家人的痛苦后 陆比决定前往米兰进修 忠诚掏出阿丽的光荣勋章递给他 你是阿丽唯一的亲缘 我想你替他保全 他衷心希望 陆比的服装设计能在米兰大放光彩 他会在这里 等他学院有成时回归故乡 目送他离开后 忠诚就要去接另一个人 那就是他第一眼就爱上了季香 两人一起经历了不少磨难 外姓修成正果 忠诚也忠于报得美人归 雷霆战警里 郭富城和藤原季香表现非常亮眼 马路上的追逐桥段 很是惊险刺激 尤其是最后的玻璃板大战 让人惊不住为他们俩 连了一把汗 虽然动作设计不是太精彩 剧情也差得一塌糊涂 但是可看性一点也不差 给 radical